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迎頭自協 阿欣 現在我在珠海市區八連洞公園 大家可以見到外面就是我們珠海的珠港澳 這座位置其實是非常靠近吉達 屬於吉達這個片區 大家可以見到這個八連洞公園歷史 我今天帶大家去這個八連洞公園之外 其實主要目的就是想告訴大家 八連洞公園旁邊有我們珠圓的一個項目 今天就帶大家看看珠圓裏面 一個超級大的圍形 325平方的大宇宙大平方 先和大家先走這個公園 好舒服 我記得我以前和朋友來過這裡燒烤 因為這裡後面好像可以 有一個燒烤牆 我都來過一次 很久之前 現在就不知道還有沒有了 門口有一個停車場 可以停很多車 比較大 到時你們會駕車過來 停在這裡走 這裡玩 還有它後面是通去板杖山的爬山站 幾公里 很累 很長很遠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八連洞公園 這裡 你可以去換月條 然後衛生家在這裡也說了 爬山的景山部也告訴大家 我們可以怎麼看 但這裡通過 旁邊就是我們當然要看的那部 我記得這裡有一個門 專門是進來這裡的 太好了 看這個 這個 這個壺 它的水很乾淨 好笑市區會見到一個這麼大的一個湖 對 很乾淨 有點像圓明生園 對 有些感覺 剛剛我是看到 有些人 周邊的住人專門過來這裡 打的那些水 對 對 那邊很大便 平時就有人專門清掃這些衛生 所以保持得很乾淨 對 那邊還有跳廣場舞 我帶你去跳一下 我這裡也聽到了 那邊 去休的人 那些心很想有些寫意 走過來又近 對 很多涼亭 很舒服 尤其是偷天 那天氣 有一種令人紛紛玉碎的感覺 他們又換了服裝 你又去參加嗎 可能不合這個妮己 南天白雲 再看過來的山景 真的有這麼多 如果沒有這個條線 那邊更加容易 沒有辦法 始終有一個地方 它會弄到電線桿 你看看 我們這個江山寺棕園 超高窗 超高窗 哇這幾座就漂亮 可以看著公園 是 我們等下要去看的 那座五座的區域 是否有些 市區裡面其實 最近新的這些樓盤 是非常之少的 尤其是大平城更加是寒 非常氣缺 對 氣缺 我記得我們市區有大平城的話 應該就是那個人行 人行崩海 但是它要整個數一平方 直逼它旁邊的澳門 這裏是它的一半 也是超大面積的框 這裡還種了河花 到夏天開了更多美 好舒服 我記得之前是可以踩水上單車的 有啊 來 在那裏 我們燒坑的時候應該是往那邊去的 我記得這裏是很大的 或者是在那裏 下面是很大的 可以踩水上單車的 那裏還有小賣布 你可以在那邊爬山 在那邊燒坑 有涼亭 九龍橋 可以看到我們那個樓盆 這裏來的九州港也很近 九州港也很近 九州港也很近 這裏過去大概七百分鐘了 七百分鐘了 對 很方便 回香港比較便利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走這個公園 就走到這裏了 現在跟我們的鏡頭 去看看我們的 江山褲俊俊俊這個項目 就給我們一下 再次走到這裏 旁邊的小賣布 再次走到這裏 去的地裏 我們會不會有的 那裡 我們會不會有的 我們會不會有的 然後我們會把我們 再次走到這裏 好 我們會不會有的 我們會不會有的 好 我們會不會有的 我們會不會有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里就是小区的大门口 接着我们的脚步进去看看里面的情况 这里是台高式的一个大门 這裡起碼抬高了兩層 是不是叫做伊山而見 是 我們後面就是石井山的公園 進來後到時這裡還會做了一些水景的圓林 我們這個小區的話 它是尖地就不是很大 但是它整體的圓林工藝做得不錯 而且是超高層的住宅 是的 超高 你知道我們等下去看的五棟有多高嗎 35 48 哇 你看看這邊 你看看這邊可以看到我們的公園 環障山公園 是不是有那些橋 之前我們都爬過 哦 爬到 全世界 是 那裏還有球場 這裏到時是我們的水景圓林 是的 水景圓林 我們走一走 這樣環繞住 都很高的住宅 之前售樓部在這裏 不過這裏到時它要改造 有很多市場 在這裏到我 現在還在裝修 它分兩期的 一期是這些矮的 矮的就交流了 那裏已經有人住了 入住了很久了 是的 但這些高層是豪宅 它未有這麼快 是的 在裝修當中 到時這兩邊全都是水景 這個圓林 很漂亮 市區裏面的豪宅 這個景也漂亮 這個景很漂亮 古色古香 有些古典的味道 往這邊你會看到 我們的兒童樂園 那裏還有一些健身措施 到時老人家 如果帶小朋友在這裏玩 老人家健身小朋友 便在玩樂 整個小區是圍合式的設計 中族圓林 全部都做了我們的景觀 古色古香 是的 古色古香 還有我們這個小區 它稱得上豪宅的原因 就是它全部的單位 都是這些大面積 最小都是200多坪 我們今天要去看的這個單位 就是 300多坪 325坪 超大 五房 五房設計 這邊就去到二旗 是 他們已經入住了 舊式 周邊是一些舊的居民區 舊的居民區的話 它有個好處就是 配套是成熟 一出去是我們的九州大道 除了公交 這些公共交通 比較便利 還有我們周邊 好像市場 學校 全部都是齊全的配套 這裏我熟 走到市場很近 是嗎 大約要走多久 大約 在這裏出去 走過去五分多鐘左右 那也是很便利 我看到它的陽台很大 那一座 我們現在就要去五座 看我們的示範單位 還有賣的都是賣五座 它的細積兩百多個小時 已經是它的細積了 兩百多的已經賣完了 現在就只剩下三百二十五這個單位 因為它已經逐漸步入了收樓的階段 就差這些內部裝修 整完就可以交流 樓下的大堂全部都是架空層 它現在在製造 你可以看到到時它就這樣鋪這些大理石板 都很高級 好了 我們去五棟裡看看 我現在就在18樓這個示範單位 它是兩梯一戶 因為它兩邊雙開 其實電梯是雙開的 我們這邊是獨立的一戶 相當於兩梯一戶的設計 私人電梯入屋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這裡是一個子母門的膠標 因為我們是帶裝修出售的 子母門的膠標 嘩 用耶路的鎖 好貴 我們去看看 一進來你可以看到 這裡還製造了一個屏風 很講究 然後的話 這邊我們的左手邊 是我們的飯廳和餐廳部分 然後我們的右手邊 就是大廳的部分 哇 這個廳 超棒 超棒 Jimmy 你站到那邊的陽台 窗台的位置 我再站過來這裡 我要用跑的 看看我們的距離 哇 哇 人都看不見 你還看不見到我嗎 看到一個黑點 旁邊就直接可以看到我們的山景 然後前面又可以看海景 哇 非常之正的一個景觀 你想從哪邊看戲 這個實在太大 不知道怎麼看 就看這裡 就在這裡開始 好 你看不看到這個廳 好 哇 人生贏家 沒得撐 哇 有一種 坐著在這裡 都覺得自己 這一生非常值得的感覺 人間值得 半個籃球場這麼大 哇 這個電視地 真的完全內放超級無敵大的 看看 這邊 我覺得美中不足為一點 就是我們的廳位 這裡沒有那個陽台 但是它只有飄窗台 不過不要緊 你這個飄窗台的話 你都可以看到我們外面的景觀 可以看到那個小小的港珠澳大橋 高流層可以嗎 嗯 低流層港珠座 周邊這些都是舊區 樓層不是很高 並且陸續都是在精修拆除當中 周邊都會迎來大改造的 你看看 嘩 這個廳 我已經可以在這裡玩平行車了 可以 保齡球都可以 我們看看這邊 它的分部有點大 那邊有房間 這裡也有 然後 然後 它的護形度應該是平 長條形的會比較多 是 進來的話 它這個圓關位 已經是可以做酒櫃 這樣後面 哦 後面它還間了書房出來 圓關位置 它間了書房 這個不是交流 到時候可以自己設計 哦 這個圓關就不包了 是的 但是我們的裝修 是帶了中央空調 帶了天花 沒有了這個圓關 你可以像它這樣 如果你門口 這樣一排過 你做完酒櫃 是 嘩 好壯觀 兩邊的櫃做酒櫃 這個空間 酒櫃後面隔著出來的 這個就做我們的書房 或者在這裡做一張茶桌 又可以 嘩 茶櫃 一邊喝酒一邊喝茶 他放的這裡還是放的圓櫃 超大圓櫃 這裡可以放酒這樣坐十個人 都沒問題 可以 這張桌夠大 夠寬闊 周邊還有很多位置 然後我們在這個後面的話 它組了一張 這個隔著就是房間的位置 隔著房間的位置 我們等一下才看房間 太大了也不知道怎樣介紹好 我們看看這個廚房 這個是膠標 有個中倒台 膠標下面藏了很多酒櫃 都是我們的膠樓的標準 還有這個中倒台 你平時吃早餐就可以在這裡 你看看我們兩邊這些配套的東西 這個焗爐烤箱 這個焗爐烤箱 哎呀 嘩 先讓大家看看 這是儲物櫃 來的 我一個不煮飯的人都看到 種種有味 喜歡煮飯的人一定是 超級喜歡這個廚房 嘩 這個調味櫃 正啊這個厲害了 嘩 如果製個冰箱在這裡 冰箱嗎 肯定有的 嘩 這些放零食 真的一絕 這個位置是什麼 酒櫃 這個放酒的 太小了 這麼大的家 應該製一個大大的酒櫃 然後我看看這邊 嘩 這邊就是烹飪區 你看這些水龍頭都特別高級的 它還可以加熱 嘩 厲害 這裡調節大小 水流的大小 這裡調節冷熱 下面還有那個 食物垃圾處理器 烹飪 我們用西門子 西門子的路燥三件套 丁箱圍 嘩 嘩 正不正 嘩 對了 這些就對了 你在這個位置看過來 整個廚房 是不是一種滑透的感覺 大平層就是大平層 這個廚房超喜歡 這裡就是陽台位 可以看到我們剛剛看到的公園 百年洞公園 嗯 嘩 那些廚房超棒 全靠近山 對 靠近山邊 平時還可以去爬山 上面有爬山的棧 陽台做在這裡 還有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像它這樣 做這個 洗手盆 然後儲立的空間 放洗衣機 浪衫 還有這裡 都會有一個給你 冷靜的區域 這棵牆是新砌上去的 可以拼住它 可以拼住它 應該不是成寵 我們看圖紙 如果不是成寵 我們打了它 那你的陽台就會很大 但如果你想分格的空間感就很強 其實這裡 你可以封住玻璃之後 可以做一個保母間 可以 因為這裡是就火通道 你平時會鎖出去 你鎖了 你這個位置 你完全可以做一個保母間 這麼大一間房 做保母間是夠的 夠 完全夠 但如果你想要空間感更多 你不要拼住它 一邊是大大的飄車 一邊是大龍台 這樣一眼看過去 真的很闊 這個就有些配得起 三百多瓶的護形 看得很過癮 我們先看看這邊 哇 這裡 你看它的客房 就像別人的主人房 一樣大 誇張 誇張 這床太小了 根本就不應該放這麼小 應該放一張超大床 放一張一米八 然後這裡做一排L字形的櫃 嗯 正啊 即時見到我的衣服 對 然後你看看 這間應該是做兒童房 放的寶 有錢人都是用固形 哈哈 我可以看看山極 看看其他房間 五房三圍的設計 三圍 哇 這間是長者房 你看看一進來 它是套間 長者房是套間 它的衛生間 你知道為什麼我知道它是長者房 為什麼呢 你看看 擺兩張床還不是長者房 哦 對 擺到兩張床之後 空間還是很大 那邊還是大衣櫃 你看看 這裡一樣是有飄窗台 望山景 下面一樣是中菜 那裡就是我們後期輕熱快線的出口 看到嗎 非常近 嗯 交通很便利 哇 這間房很大 比平時 你客房 哇 一大排的衣櫃 然後這裡還有很多的面積 可以放米8的大床 因為你看看 進來這些位置 完全是浪費了 是的 你將床 直接可以放兩米大床 都一樣做到三邊落床 或者那裡做梳妝台 這裡沒有飄窗台 這裡可以看到我們的園林 看到整個中足的園林 然後還可以看到石景森 還可以看到我們八寧洞的這個公園 都是看山景外住 會舒服一點 我看山景 除了客廳那個 是望港珠澳大橋 這裡又是一個大大的衛生間 紅刀衛生間 這間是不是主人房 這間應該不是吧 這麼小 可能它是 兩個衛生間 三個衛生間 還有一間房 你還沒看過 那邊還有一間 這裡有什麼 這裡又有 這間才是主人房 它有四個衛生間 很厲害 很厲害 哇 一進來 這個衛生間 有浴缸的 然後有淋浴區 馬桶那邊 它全部分開了分區 洗手盤 洗手盤也是兩個 哇 有一種 絕大別墅的感覺 還有你看看 這裡是用有光的系統 你可以有微風模式 或者吹風模式 冷熱氣 換氣 還可以有暖風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進來其實也可以 放一個包櫃 或者之類的 你用完這些空間 啊 這一間 主人房 你看看 這張大床 King size 兩邊放了床頭櫃之後 它放了床頭櫃之後 是巨型的 class版 這裡還有很多空間 你看看 這間主人房很大氣 你有沒有一些心動的感覺 我喜歡它的廳 你看看外面的景觀 超大 哇 衣帽 女士最愛的衣帽 我心目中想要的衣帽 大概就是這樣的類型 如果更加大一點就更加好 你看它這些貴 哇 正啊 電視牆也整好了 哇 這裡還可以整理的一個書房 而且這裡是有露台的 哦 原來呢 我們這裡通出去 是我們的廳 來的 那你主人房 你可以在那邊入 或者是在那邊入 都是沒問題的 然後為什麼剛剛我們的廳 有那個飄窗沒有露台呢 因為露台在這裡 哇 還是YKK 是啊 其實多開的 哎 開不到 好重 哇 這個主人房我喜歡啊 其實如果是自己 即是改造的情況下 直接可以把它整個後面 全部做完衣帽鍊起來 可以 更加大 因為我們在紅酒櫃 即是屏風後面 已經是做了那個書房 開放式的書房 到時這裡的話 直接打了它 整個衣帽鍊起來 哇 一排的 哇 想想都興奮 哇 簡直就是 夢中情房 我喜歡她的廳 是嗎 你喜歡她的廳多一點嗎 我反而喜歡她的主人房 你是喜歡她的衣帽間嗎 沒錯 你說得對 好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今期節目 介紹我們這個 墳圓325平方 這個超大會形 就介紹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想在市區這裡 擁有一個超級大平層 就可以考慮一下我們這個項目 因為她所在的位置 周邊的配套相對來說 比較成熟 也靠近輕熱快線 旁邊又有我們的百年洞公園 配套是很齊全的 老城區 而且這個相對來說 這個325平方的超大平層 它的護形設計 都是非常合理科學的 房間比較多 還有衛生間也很多 是很適合自住的享受型護形 我們今期節目介紹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對這個項目那麼興趣 就歡迎致電給我們 最後跟大家說一句 這麼大的超大平層 總價是不需要過千萬的 下期見啦 拜拜 上置業大灣區的朋友 我們免費為大家提供九大置業服務 撥打電話6632-4512聯繫我們吧 置業大灣區首選型塗置業